当我们拿到这支镜头的时候 试马发布了全新的500mm f5.6 这支镜头相比之前的500mm f4来说 虽然只是缩小了一挡光圈 但重量却轻了近2000g 这个体积重量手持拍摄起来完全不累 甚至一根手指就可以轻易提起 从这支镜头的规格可以看出 试马这是在秀自己的大肌肉了 用创新的设计和高难度的加工工艺 开辟了一个新的超长焦方向 让我们难以置信的是 它竟然在不用演射类元件的情况下 做到了这个大小 要知道演射元件的主要作用 就是用来汇聚光线 从而缩小近身体积的 但从实际的拍摄来看 它的使用体验还算不错 在小小的体积下能够保证极高质量的锐度 也不用担心眩光鬼影等问题 此外对于这种高端镜头 胶外虚化 色散 分辨率等键盘值问题 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 实拍样片可以看到 胶外虚化比较柔和 也没有明显的色边 边缘口径时有一点点 但不会觉得很难看 分辨率就更不用质疑了 我们在F5.6光圈全开的情况下 拍摄了这张醍醐的照片 放大来看 可以看到毛发和皮肤纹理都非常清晰 细节的表现绝对是一流水平 而这张醍醐拍水的照片也可以看到 虽然镜头做轻做小了 但新的结构让画质依然保持在线 色散控制的非常好 我们在调整光圈时发现 与光圈相关的拨杆 都移到了光圈环的附近 更方便我们来调整 此外镜身后面常规放置按键的地方 依然还有四个拨杆 基本上能用到的功能都给到了 尤其是这只镜头是配有防抖功能的 带有两档防抖模式 可以达到五档的防抖效果 我们在实拍时守时状态下拍摄 最低能够成功拍到五十分之一秒的照片 放大来看也是足够清晰 自带的脚架环和前段时间发布的 70-200 f2.8镜头是一样的 兼容阿卡协议可以360度旋转调节 而且每90度会有一个明显的线位点 要是能够再做一个快拆的脚架环 这只镜头应该能够再轻便一点 遮光罩采用的是这种长焦标配的 旋钮式遮光罩不仅方便固定 还能一定程度上避免跌落时造成损伤 并且前沿采用的胶垫也能够减少磨损 当然如果不带遮光罩 镜头就会更加便携 不过毕竟是一支500毫米的定焦镜头 用来拍摄一些肉眼无法直接观察到的事物 是更合适的 比如说这张孔雀开屏的照片 在人群之外我们可以选择在侧面找角度 拍细节拍特写毫无压力 又比如在犀牛打斗时 我们也可以退到人比较少的地方进行拍摄 并且在使用松下S5M2这类主机来拍时 4K60智能情况下是有1.5倍裁写的 所以这样我们就拥有了等效750毫米的焦段来拍视频 这个焦段就一个字 绝 不用担心在靠近动物拍摄时 动物受到惊吓而逃跑 并且这支镜头的对焦也非常OK 只要我们肉眼捕捉到了 然后镜头一过去 就可以迅速的对焦并且持续追踪 当然在重庆拍动物总得拍一下熊猫吧 熊猫管人比较多 但得益于这支500毫米镜头 小巧的体积和重量 我们可以轻松将它举过头顶来拍 拍了一天的动物 如果试用以前那种重型长角的话 估计就跟两月一样累得趴下了吧 看完了实拍 我们再来看看理论测试 首先是分辨率测试 使用6100万像素FPL拍摄 在全开光圈下就有足够高的中心锐度 边缘也已经很锐 而收缩光圈至F8 进入整个镜头的画质峰值 中心锐度持续到F11之后开始下降 边缘锐度持续到F16之后开始跌落 F22时颜色就较为明显 总的来说 这支镜头从F5.6开始 直到F11都有相当高的锐度表现 在暗角测试中 我们发现F5.6下还是有一定的暗角 如果搭配机内矫正可以轻松去除 如果不使用矫正 在F8下也非常轻微了 到F11时暗角消失 由于这支镜头采用了较好的材料来抑制色散 镜头的整体设计上就具有了高相差矫正能力 色散测试对于这个镜头来说太简单了 在最大光圈时也几乎没有色散 这支镜头基本上看不出什么积变 所有的线条都能保持横平竖直 在拍摄时不用过度担心积变产生 呼吸效应非常轻微 基本上可以鉴定为没有呼吸效应 又或者可以打开机内的呼吸效应矫正功能 来彻底消除呼吸效应 在打开镜头防抖情况下 我们不断降低快门来拍 并且拍摄多张 还算有一定的成功率 到三十分之一秒时 纯手持就需要更加稳定的双手了 但是也足以见得这支镜头的强悍防抖能力 自动对焦测试时 我们采用了是松下S5M2 由于这支镜头采用的是HLA对焦马达 响应速度非常快 只要相机对焦能跟上 那么镜头就完全没问题 在拍摄视频时 切换目标或者是持续追焦 都能够非常安静且快速的完成 对于轻量超长焦而言 眩光是非常难以控制的 然而由于这支500毫米 没有采用颜色类元件 表现要好很多 在直射范围内 鬼影不算明显 只是还存在一点点眩光 但相比其他的轻量级长焦镜头来说 已经是表现得非常好了 色彩倾向上我们认为 这支镜头在试码的镜头中 属于最高等级的表现 色彩饱和度足够 并且不偏色 整体色温 色彩过度 灰阶过度都表现良好 综合来看 这支镜头在画质上几乎无可挑剔 重量上也做到了极致减重 作为E卡口和L卡口 近乎唯一的轻量高画质超长焦定焦镜头 它确实在方方面面都做得不错 相比之前的单反版本500毫米F4 仅缩小了一挡光圈 而这一挡光圈对于现代微单较好的高感性能来说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从这支镜头出发 我们可以看到 试码不仅在主流镜头市场上大展拳脚 还在众多细分领域推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镜头产品 并且持续保持着这样的研发热情 为我们摄影爱好者带来更多的选择 让我们可以以相对亲民的价格探索各种小众题材的拍摄可能 你觉得这支镜头表现如何呢 信心量超级丰富的测评频道已将狗 我们下期再见